大家好 各位大家早安 我是陳柏鴻 每天早上我們從美國股市 來看台北股市 昨天美國市場裡面 各位可以發現到 昨天包括中東的衝突事件 似乎有升高的一個現象 是來自於有一個加薩醫院被炸毀 造成多人傷亡 這個訊息也讓原本之前 我們剛剛提到 拜登以及中東的一些 穆斯林的首領 出來講公道話之後 本來大家要一起四方會談 因為這個事件出現之後 大家要懷疑 是不是以色列尼又做這個動作 所以以色列提出證據 這過程與否 當然事件已經發生了 所以四方會談的部分 要暫時做取消 這個事件也讓投資人覺得說 會不會情勢越來越緊張 本來是已經看來有和緩跡象 因為也就是說 大人已經出來願意解決事情 但突然又出現這個意外事件 傷及人命 尤其是醫院這個地方受到攻擊 不管是誰 當然如果找出來真的是誰的話 大概會有一定的影響度 那這方面讓這個領袖們 這個無法再如期做舉行 那這點增添這個市場一些緊張氣氛 那在這個情況下 那麼昨天各位看到包括這個VIX指數升高之外 連同美國的10年級債券殖利率 昨天再創下2007年以來的波段新高 來到4922 那剛才我看了一下 目前為止電子板爆價還持續在小幅度的推高 大概在4.922以上一點點的位置 創下前一波段4.8幾的一個前高點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這裡你看到殖利率已經逼近5%了 這個部分會不會造成股債之間的一個變化 我想殖利率的升高本身 它就是告訴你債券跌得很兇 然後債券跌很兇 那這件跌很兇 所以殖利率才會往上 一直往上創新高 那同時昨天也讓這個美國股市回檔的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原因是因為 前天美國商務部聯盟都已經講到了 那一年前的10月7號 那拜登政府正式宣告 AI的高速運算晶片禁止 這個銷售到中國之後呢 那NVIDIA當時啊 為了這個 擺脫這項禁 就是說 也能夠讓它的銷售 能夠順利到世界各地 這樣講 所以它也特別為中國地區 研發出A800跟H800的一個晶片 那當時在美國政府來看 那我可以接受 至少說你速度慢一點 那這個角度上來講 它可以接受 不過後來 因為我想有個重要事件就是華為 華為的MAT60 這個手機在前一兩個月 問世之後市場很驚訝 包括引起的歐洲美國去調查 這台手機的背後 到底為什麼它可以生產製造出 我記得7奈米的一個晶片 那這點讓歐美市場非常驚訝 我限制你的一整年 結果你怎麼還有辦法 生出這樣的產品出來 所以這點讓班辰政府重新考慮 我是不是過去的限制還不夠嚴謹 那美國政府對這方面非常在意 是因為他非常的介意 介意什麼 這些所謂的高階的運算晶片 高技術製程的這些精密的晶片 為中國地區拿來製造所謂的軍事用途 那這點是美國無法接受的 所以這點來講的話 他為了保持他的軍事上的優勢 我想這方面 這東西既然是我們國家發展出來 那你不可以把我拿去 用成你的軍事用途 民生他們沒有意見 但是在軍事用途他特別有意見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華為是華為這個手機一推出來之後 不推就算了 一推出來你反而引起人家的關注 這好像棒打出頭鳥 類似這個概念 所以華為這次的手機雖然說 他說我還是沒有亮層 不管怎麼講 你東西出來是事實 所以拜登政府進一步想說 那不行 這個我還要進一步限制 所以這次除了過去 A100 A800這個高階的GPU 不可以銷售到中國大陸之外 現在連為了量身訂做 A800 H800也不可以 甚至於還擴大到幾個中東國家 當然一定是包括俄羅斯之類的 所以等於說現在是一個 開始把NVIDIA的一個產品線 它又更擴大的一個限制 所以除了剛才A800 H800為中國量身訂製的晶片 也不得銷售之外 那也包含了L40 L40S 這個邊緣運算的一個晶片 再加上 加上吧 一般拿遊戲用的RTX4090系列 RTX4090系列是大概目前 NVIDIA推出來最高階的一個顯卡 顯卡晶片 所以這個禁令一出來之後大家一看 哇 幾乎都被限制了 所以你說限制之後有沒有影響 一定有影響 因為原本它的營收當中 就包含了A800 H800 還有這個RTX4090這個系列 都是它營收的一部分 那這次禁令出來之後 那少掉中國的需求之後 很顯然也會對它未來營收有一定成長 那有一定影響 當然在10月29號之前 在這個年度的一個財報裡面 應該還不會有太大影響 那在下半年 下半年下個季度的一個財報 就很難說了 所以這點我想也引發 在昨天之前 這個禁令出來的當天 這個NVIDIA股價 我記得當天就跌了4.8個百分點 4.6個百分點左右 那昨天持續下滑 那年代的引起 也讓這個超微 AMD 包括Intel 那也有關係 所以Intel股價也受到一個波及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麼科技股本身有拜登的一個禁令 因為我們提到這個東西是因為 今年度其實漲幅科技股當中最亮眼的一個關鍵產業就是AI產業 那AI產業在這個地方做限制之後 那當然對輝達是直接受衝擊 但它的上下游也會受到影響 那上下游有哪些 當然它的製造商就是台積電 那它的下游相關的供應鏈 甚至於到下游的什麼 代理商 然後這些晶片的代理商 各位去查一下哪些公司有代理 那代理股價其實 其實在這個禁令之前 相關的公司其實都因為NVIDIA這些晶片關係 營收開始明顯的往上走高了 但是昨天這個禁令出來之後 大家市場也不得不反映一下這樣的訊息 那今天重點就來了 大家看到中東情勢緊張 美國債券殖利率再度創新高 然後這個拜登禁令 這個利空連連的出現在各位的眼前 那我們再看一下美國三大指數 面對這麼多的利空 包括VIX指數也 昨天也往上明顯揚升 那我們看一下美國三大指數表現 然後各位看這裡 電腦圖各位可以看到 最近最強勢的一個道雄指數 道雄指數在前天創下這個波段的高點之後 昨天硬身拉出一根中黑線 那這個中黑線 那從這一段漲勢來看的話 還不至於構成這個翻空的一個疑慮 至少就等個短線來看的話 那我們再把圖形縮小一點 這裡經過一個兩段下沙之後 那這次的高點我們把它定位一下 好 各位發現到 切剝低點在這裡 那今天這次的波段高點 並沒有直接做有效突破 所以目前為止仍然是在一個什麼壓回的過程當中 那現在重點就來 這波今天這些這麼大的利空來之後 這個壓回的這個波段的漲勢 它裡面會有一些支撐點 我們講過多多行情就看支撐點 那短線的這個波段也是一個跌勢 跌勢的修正跌勢 但是各位看 我想剛才講的跌勢是這一段 這一段的跌勢 但真的跌勢之前是什麼 是一段漲勢 所以整個大格局來講 從這裡來看或者從這裡來看 它是一個波段性的漲勢當中的一個修正 那短線的這一段修正跌勢裡面 它出現一個反彈之後的這個壓回 好 這個壓回 至少就目前為止 並沒有破壞 它這一波反彈上來多頭攻擊的力道 還沒有被轉為空方格局 所以這點就道瓊來講 我認為某種程度上 以多少角度來講 還是可以接受的 那昨天道瓊下跌的一個另外的原因 是因為除了剛所提到 美國時間期公債殖利率上揚 其實這個對大型的類股 大型股會有一定的一個壓力 為什麼 公債殖利率現在有將近5% 那你企業獲利 現在最近在財報中對不對 財報中的企業獲利 你的投資人可以拿到的報酬 可不可以接近5 甚至高過5 如果有 當然我們持續做 這個個股是沒有問題 如果說明顯低於5%太多的時候 市場就會覺得這個東西 我現在買這股票對嗎 搞不好去買債券比較好一點 但債券畢竟目前還在跌勢當中 現在去買債券 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摸底的動作 摸底 摸什麼底 就摸不會過5% 但是昨天已經非常接近5%了 當然在一個高檔拉出一根 長紅線之後 它也有可能是最後的恐慌 所以這點你要看市場 你要懂得去正向看一看 反向再看一看 哪一邊是對你未來最有利的 這點你要去思考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昨天引發稻窮跌幅比較大的 另外原因是因為 摩根史丹利昨天公布財報之後 大跌百分之四點幾 不是 百分之六點幾 不是四點幾 跌幅蠻大的 創下它近幾年來的一個單日最大跌幅 那為什麼 因為它的投資銀行部門 實在是表現得不怎麼樣 所以投資銀行部門表現不怎麼樣 代表什麼 什麼叫投行 就投資銀行就是專門做投資的 不是像過去看到復古銀行 他們是收銀行企業貸放款 投資人貸放款的 他賺那個利差 那投資銀行基本上 他就是要進場錢投進去 有賺到錢 包括幫企業做IPO等等之類的 相關的投資相關事項 那這方面他公布出來財報裡面 表現不怎麼樣 昨天大跌 那大跌當然引發相關類股 也會跟著做回檔 所以昨天 道琼裡面的成分股當中 因為基本上是屬於比較大型的股票 所以除了殖利率之外 還有這個銀行類股 大家本來看好過程當中 結果發現到 投資銀行部分好像沒有很理想 所以這方面引發道琼 昨天這個下跌 那另外我們看到美國的一個大型科技股 那大型科技股在昨天之前 我們講過有兩個紅線 一個上禮拜五的大漲 然後在一個震盪之後 做一個開低走高 昨天就直接壓回 再度創下這個波動回檔的低點 那從這一段上漲的結構來看的話 那我們把它定位出來 昨天跌到這裡 昨天壓回的過程當中 還是有留一點點的下影線 那代表什麼 來到前波這個低檔的 這個密集整理區的一個上原線 它還是有相對的支撐性 代表說跌歸跌 但是到一個程度以下 還是有買盤進場去做逢低承接 然後這是美國納斯特指數的一個現象 然後我們看廢伴 那廢伴裡面它比較 就像我們前天講到 在這一天拉出一根比較大的長黑 壓回來之後 反攻反彈 然後再一個壓回再一個利空 它又出現一個收紅的這個紅K棒 它兩天企圖去止住這個碟式 那昨天利空還不小 可是我們發現昨天美國的廢伴指數 開低之後就停在低點附近 停在低點附近 做一個比較幅度比較小幅度的來回震盪 最低點並沒有跌破 前一天的最低價 那你從這段漲幅來看 因為這段跌幅已經 快要把這段漲幅快要吃掉了 所以這個位置 難人尋味 什麼叫難人尋味 既然道瓊也跌得滿多的 美國納斯達克跌的也不算太小 那廢伴其實應該也算在正央中心 因為什麼 各位看到昨天 包括NVIDIA 最近被政府限定的NVIDIA 那麼包括AMD在內都在跌 跌的過程當中你發現到 跌歸跌 但是沒有進一步下跌 它開低之後 基本上就在這裡霞浮震盪 代表什麼 代表在昨天的利空之下 這些所謂的半導磊類股 它已經具備的相對有點叫做 跌式疲乏 利空反應疲乏的現象 那利空反應疲乏 那如果搭配技術面來看的話 這個點的位置 它會不會有機會形成 這個所謂的利空實現 或者利空出境的一個轉折低電 所以這個從技術面角度來看 這個位置它其實在醞釀什麼 在醞釀轉變 它正在醞釀轉變 等待時機 我這樣講 等待時機 好 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看到三大指數之後 當然美國跌的過程當中 昨天台北股市跌了200點 跌200點 盤中跌200多點 跌200點過程當中 昨天已經拉出一根藏黑了 昨天晚上美股再度來個利空壓回 那麼我們台北股市這波段 1 2 3 4 根紅線之後 又對應4根黑棒 至少這4根黑棒沒有把這4根紅棒的漲幅整個吃掉 那今天遇到美股利空 勢必 勢必還會再測試 昨天這個低點 甚至於這4根紅黑棒的一個前波的一個轉折區 各位注意到台北股市在這個雙十連架之前 包括中秋之前 這邊是連架前夕的這個低檔 這邊有出現1 2 3 三個下影線 代表這個下影線底下 都有一些買盤進場 那今天如果因為美股利空 讓台北股市加捐指數 延續昨天的跌勢 再度回測到這個區塊的時候 以我的關鍵 除非它直接開低 直接破那個區塊 那就算破區塊 其實對我來講也沒有 也不見得是不好 因為我這樣講 以我的觀點來講的話 台北股市在這個區塊 連架兩次中秋節 以及雙十連架 這兩個區塊的三個下影線 它一個程度來講的話 低檔有特定買盤 第二個 這裡在技術面上 它有具備一個機制 叫做破底翻機制 我直接把它講開 所以這個點 其實如果說真的台北股市 早今天有來到相對區域的時候 你反而要回頭去顯示 今天跌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成為一個危機當中的轉機 然後你回頭再看剛才我所講的費半 納斯拉克 還有Dow Jones 這三大指數加上台北加音指數 你綜合研判 它的轉機點在哪裡 那針對這一點 我想今天的一個盤前的預告裡面 這個我的模擬稿裡面 我也特別針對了 我們昨天晚上在這個 YouTube頻道當中講到的 有那幾檔股票 有一檔股票像這種 其實盤在這地方 雖然在方向上我還是偏多 但是我畢竟發現到 有一些個股其實它剛剛完成 所謂技術形態的頭部 像這種類型的股票 各位就要特別小心 如果有反彈或怎麼樣 這種個股 這種類型的股票 它昨天是剛跌破頸線 這種個股我認為是一個短空 長線我還是看多 但短線上它既然出現頭部了 這頭部型態不是規模很大 所以但是它短線上 走勢來講還是有威脅性 像右邊這個世心也是一樣 它是另外一種型態 像這樣的個股 我在今天早上的模擬稿裡面 我會把它寫出來是誰 到底我對它的簡單的看法是什麼 另外今天的一個模擬稿裡面 我特別針對拜登限制 就是NVIDIA這個訊息 賣給往中國大陸相關的一個國家銷售過程裡面 那麼大家知道從六七月 大家那時候都在看AI的伺服器飆漲對不對 那到今天為止各位發現到 昨天這個禁令下來之後 讓很多相關AI的伺服器相關股票 都跌得滿兇的 但是到昨天為止各位看到一個現象 拜登禁令已經在市場發酵兩天了 可是昨天在下殺 創新低破底的過程裡面 那麼外資卻在昨天出手 有些股票出手大買 我講的是AI伺服器相關股票 你那種奇怪 外資怎麼會在這裡大買 所以這裡的AI相關類股 有些像剛才那檔股票 暗示各位 那檔是AI相關的股票 類似有做頭結構的 昨天剛破警線的 其他如廣達 英業達 偉創 偉影 技嘉 這五檔指標性的伺服器相關的代工公司 那我針對我個人對它從基本面 它是Benchmark指標性的股票 那我從我的角度 從技術分析的角度 再加入來看看這幾檔股票 現階段你可以注意些什麼 如果這些股票你手上有 或者說你有興趣的 不妨待會你可以利用什麼 手機當中的LINE 你可以加入我們的官網 小老鼠007RICH或QR Call掃碼 你加入官網之後 記得say個hi 今天早上的一個模擬稿當中 我特別針對我剛剛所提到的 剛才我秀出來那檔 做頭完成的股票 對我來講是做頭完成的股票 那個拉起來都是一定要跑的 但是那檔股票基本上是短空 長線 我還是看多支 說要跌到什麼程度的問題 那另外像微銀偽創廣達的股票 那你後世如果有 或許有興趣的 你該怎麼去判斷 那這點如果有興趣的話 利用廣告時間 先加我們的官網 你可以待會可以拿到我們的訊息 待會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待會回來 歡迎再到快樂現場 我想今天這個 今天的行情裡面我想看到很多利空 我想長時間跟大家講過 一般來講 市場股票市場裡面 投資市場裡面操作裡面 剛可以看到這個大模 大模交出來的一個季報成績單是不好的 為什麼投資方面的業務不是很順利 所以引發它股價大跌 所以在投資市場裡面 就我的經驗來講 你要去從危機當中去找轉機 那就是我常講到的 市場裡面只有四個字要認識的 就是什麼是危險 什麼是機會 那有時候危險 當你已經看到那個叫危險的 看到的時候眼睛看到了 通常這個危險背後就有經驗 它通常會藏一個機會在後面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 其實是一個危機跟危險之間的 一個互相變換 那這往往就是一線之間 就是完全看你怎麼去解讀 當下你所看到的事件 就好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殖利率昨天再創下4.922的波段高點 2007年來的波段高峰之後 這時候債券是機會嗎 還是股票才是機會 第二個 拜登這個禁令出來之後 進一步加大限制中國購買到 所謂AI相關晶片的一個力道 那上下游的供應鏈 一定是直接受到衝擊 但衝擊過後 它有沒有出現轉機 那相關影響的公司在會哪些 像我今天的 《潮流模擬稿》裡面就提到 除了NVIDIA本身 直接受到限制之外 上游當然牽著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下午要做法說會 那就很關鍵了 剛好拜登剛出招 今天下午台積電要做法說會 我記得在去年的10月7號 拜登第一次限制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想也引起 剛好台積電也準備做法說會 所以台積電也有做回答 他說影響性沒那麼大 事後證明 當時的台積電是波段低點 當時的創意 勢心都在波段低點 那時候你在這個利空間 你懂得去買這股票 今天賺到翻掉了 好幾倍對不對 今天同樣事件又來了 你怎麼去解讀 所以下午台積電的法說會 會是一個觀察重點 那麼至於這些東西 怎麼去年齡總統收索起來 我今天的盤錢模擬稿裡面 都有針對這方面 做一個重點上的註解 那麼如果需要我們的訊息的話 也歡迎你利用手中手機的LINE 來做個索取 我們下午見囉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